人上了七老八时,脸上手背上后背上相继会出现老年般,色彩由淡黄逐渐变黄褐色,形状也会由小变大。 赵阿姨最近就深受老年般的困扰,赵阿姨从年轻皮肤就好,光滑洁白,更是一点瑕疵都没有。 虽说现在年纪大了,皮肤不似年轻时候了,但气色也是非常好,谁想到,近半年来,赵阿姨脸上身上断断续续长了一片一片的老年般,这可把赵阿姨愁坏了,整天大门,不出二门不卖,生怕别人看见她的脸。 后来,赵阿姨经朋友介绍,认识了个老中医,老中医向赵阿姨推荐了个去老年般的方子,果然大妈用了厚脸上光滑干净,老年般慢慢地消失了。 这个神奇的方子到底是什么呢? 一,牙膏加白醋,老中医推荐的办法就是牙膏加白醋。 先把牙膏挤一点到容器里,挤入几滴白醋,然后把它们搅拌均匀。 搅拌好了,就可以涂在长斑的地方。 等待10到15分钟,再用清水洗掉即可。 白醋可以帮助肌肤软化角质,去除死皮。 牙膏有很好的杀菌清洁的作用,同时还能淡化色斑,这个方法每周可以做两次。 坚持下来会有明显的效果。 但是也要注意,这个方法并不是适合所有人,毕竟每个人的肤质不同,护理改善的方法也会不同。 要选择适合自己肤质类型的护理方式,皮肤才能健康地改善。 我们需要的不是乱七八糟的护肤品和小方法,而是一个可以指导我们健康护理,改善皮肤的人。 二、老年斑到底是什么? 有什么危害? 老年斑,临床称为肢疫性狡化,其本质是一种好发于老年人皮肤上的知荷质色素斑块,属于良性的表皮、增生性肿瘤。 老年斑的发病部位非常广泛,面部、背部、颈部等都是好发区域,有时甚至会出现在四肢上,而且多成片出现,非常影响外观。 那为什么老年人会好发老年斑呢? 具体原因有以下三个。 一、皮肤细胞代谢机能减退。 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加,皮肤细胞的代谢机能会逐渐减退,进入五十岁后皮肤的代谢能力只有年轻时的百分之三十。 老年人皮肤细胞内的脂肪也更容易发生氧化,从而在皮肤表面产生老年色素。 但由于皮肤代谢功能的衰退,产生的大量老年色素无法被及时排除体外,导致慢慢地沉积在细胞体上,便逐渐发展成老年斑。 二、脂赫质沉积,人体进入老年后,肌体内的新陈代谢逐渐减弱,血液循环速度也变得缓慢,这些原因都导致大量的脂赫质累积在皮肤的基底层细胞上。 由于衰老的皮肤细胞失去了应有的代谢和分解能力,因此导致脂赫素累积的越来越多,最终在人体表面形成老年斑。 三、抗氧化作用降低,老年人体内的过氧化物其化酶活性明显下降,它是人体抗氧化的主力之一,由于机体抗氧化能力的下降,就导致体内氧化自由基的含量明显增加,过量的氧化自由基会导致过氧反应,从而产生大量有害毒物,而这些毒物累积是造成老年般的原因之一。 虽然老年般本身是一种良性病变,但随着脂赫素的不断积累和外界因素的刺激,少数老年般会发生恶性变化,发生橙色素瘤,甚至皮肤癌等恶性疾病。 但很多老年人都不知道正确去除老年般的方法,除了牙膏白醋外,其实还有两个科学去老年般的办法。 一,生姜。生姜是去除老年般非常好的物品,生姜中含有姜辣素能够有效对抗和指数,对氮化斑点有非常好的疗效。 日常生活中可以多饮用生姜蜂蜜水,以达到氮化老年般的作用。 姜中富含的很多活性成分,都能够有效地保存。 所以,脸上长有老年般的人,一定不要放过这一好物。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,因为生姜具有一定的刺激性,所以最好不要用生姜外敷。 二,补充维生素。维生素对于氮化老年般也有很好的功效。 维生素C,维生素A,维生素E,维生素B,都能够达到氮化老年般的作用。 平时可以将维生素E胶囊剪开,维生素E胶囊里面的液体敷在脸上长老年般的地方,长久地坚持下去,能够氮化老年般。 日常生活中也要注意多吃一些水果蔬菜,以达到补充维生素C的要求。 也可以多吃一些维生素C的片剂,一般是每天补充500毫克即可。 另外,也可以多多补充一些维生素B1、B2、B3。 这些对于改善皮肤问题都很有好处,能使皮肤变得光滑有弹性。 4、生活中应该注意五点。 再次强调,老年般并不是每个老年人都有。 只要进行科学的防治,绝大多数的老年人是可以避免患有老年般的。 关键在于做好老年般的预防工作,其中这五点非常重要。 1、改善饮食习惯,注意补充关键营养。 老年人的皮肤容易缺乏多种营养。 特别是非常缺乏对维生素E、维生素A等具有抗氧化作用的营养成分。 因此调整饮食习惯,进行适当补充对于预防老年般是非常关键的。 在饮食上,应该多吃新鲜蔬菜、水果,特别是萝卜、芹菜、菠菜、杏仁、大枣等富含维生素E、维生素A的食物。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单吃素食是不能阻止止滑素增加的。 因此在食用植物性食物的同时,也要适度地摄入动物饮食,如鱼肉、鸡肉、牛肉、鸡蛋等。 2. 少吃辛辣刺激性的食物,也少吃大油过咸的食物,烧烤、火锅、煎炸类尽量少碰。 2. 定期皮肤保养 皮肤衰老是每个人必须经历的过程,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像皱纹、法令纹等低头。 通过定期的皮肤保养,依然可以有效延缓皮肤衰老,同时可以减少老年般的出现几率。 对于老年人的皮肤而言,定期进行滋养和补水是非常必要的,这样可以维持皮肤弹性,减少皮肤皱纹。 3. 可以外用有效富含维生素E、维生素A等抗氧化作用的乳膏,从而减少脂荷素在皮肤表面的累积,能有效预防老年般的出现。 3. 注意保证睡眠 许多老年人的睡眠时间偏少,睡眠质量不好,老是失眠多梦或者频繁起夜。 而睡眠期间正是皮肤进行新陈代谢的关键时间,因此频繁地睡不好会严重影响皮肤健康,导致多种皮肤问题。 老年人应该重视自己的睡眠质量,每天保证6到8个小时的健康睡眠,这样才能保证皮肤能进行正常代谢,加快皮肤表面代谢废物的排出。 如果实在很难入睡,必要时可以咨询专科医生进行药物治疗,从而改善睡眠质量。 4. 积极治疗疾病 之喝制会引起心脏、肾脏、血管、大脑等多种脏器问题。 而这些问题又会导致皮肤代谢出现异常,导致多种毒素累积,因此积极进行相关疾病的治疗和控制非常关键。 老年人应该积极治疗既往疾病,按照医生的医嘱进行规律服药和定期复查,尽快纠正或者改善器官功能,从而改善皮肤健康状况。 整个身体大系统好了,皮肤才会好起来。 5. 适量运动 运动是保证健康、延缓衰老的有效方式,但老年人应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,而不应该一味追求强力运动。 推荐老年人每天进行30分钟的轻度有氧运动,常见的有散步、慢跑、太极拳、游泳等,这些运动的强度不大,但都可以增强老年人的体质,从而整体改善其健康状态。 总之,一定要从饮食、运动、睡眠、疾病控制等多个方面积极调整自身的生活习惯,积极预防老年班,增强身体素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